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 好像很多人都在做一些总结 然后或者是新年的展望 但其实我也是从小就一直是 到了年底就有一种就说 觉得要做 但是结果又做不出来 也从来没有做过总结和展望的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挺怪的一个人 自从去年开始做YouTube之后 感觉自己能回头看到一个一个脚印 然后自己留下的一些视频 就觉得有一点东西可以去说一下 不管是过去一年的一些不足 没有做到的或者是一些觉得欣慰的或者说一些小小的一些成绩也好 觉得这个时候说一说也是还感觉是有点东西可说 那现在我就来聊聊我过去一年 在我自己觉得有些值得分享的方面来分享一下 不仅限于YouTube 那今年的话其实疫情的第二年嘛 那其实就我的兴趣爱好来说就是那个影视的方面 我做一些制片 然后在后面的半年的话我开始去演了一些角色 然后这两方面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收获的 在三月份的时候非常有缘的认识了立威和Cav这两位朋友 也是通过另外一个演员朋友就是Anthony Dye 他给我介绍了立威 然后就跟他一起玩了两个短片 三月份一个片子四月份一个片子都是立威写的 然后他做导演 就我觉得从他身上就学到了挺多东西 因为他是一个不是学院派的这种做法 然后剧本创作非常快 而且也做得很好 但是团队很小 就非常快一两天就把一个短片给拍出来 那我也参与了一些casting 然后后面这部片的话我做了一些producing 还有再加上一些现场的AD的工作 都不在帮他 也收获挺多的吧 然后也正因为是因为跟他有两次合作 然后跟那个Cav也认识之后呢 接着就是大概六月份 六月份的时候Cav就介绍我认识了Wuigi 就是韩国的韩裔的这位导演 然后我们有机会从六月底开始准备 然后七月中就拍摄了红卡这个片子 然后这个片子给我带来的收获就更大了 因为第一次跟韩裔的导演合作 另外的话他又是一个写作 就是一个writing的professor 那他的创作的方式和拍摄的方式 也是让我耳目一新 然后让我学到了很多 因为他写作 我在之前的影片里面也有介绍他是怎么来去创作和怎么样去制作的 所以一开始我接触到他这方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然后甚至有一些担心 担心他拍摄会不会顺利 因为一个是Cru很少 然后另外的话他又不懂华语 然后拍的就是华语的那个片子 整个拍摄的结束之后才发现 其实他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启发了很多人 很多Cru 那我们当时那个Cru的话一开始10个人 后来到12个13个大概这么多 群演的话就来了特别多 因为每天都需要不同的群演 那这些群演当中呢又是很多我邀请的朋友 这些朋友多数都是Filmmaker 那他们来到现场 然后看到这样的拍摄方式和跟导演啊 包括周 就所有的Cru还有Cast聊天的时候 又得到了很多启发 所以那个片子的话 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从导演单方面的 还有很多就是意外和额外的 就是很多我们这些Filmmaker之间聊 最后的话我接下来就是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片子的话 拍摄的时间也比较长 拍摄了十多天 所以的话每一天就是时间一长的话 大家沟通的机会就越来越多嘛 所以的话这个片真的是就是通过这个 相对比较长的阶段的话 然后学到了挺多东西 认识了很多就是成为了好朋友 比如说Mardi还有Aaron 还有那个Ugi不用说了 Alex 阿姨大帮 以前认识的就不用说了 那就更多 然后就这些朋友当中呢 就是在拍摄之后都有后续的 就是进一步的聊啊 去聊很多想法 特别是我跟Aaron编剧 就是来客串群演的这位朋友 然后之后我们就聊了很多话题 也包括就把他之前创作的一些作品 也拿出来想办法怎么来去 尽快的去复诅与行动 去把它给制作出来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想法 包括我们有一个就是说 来如何去让在美国的这些 或者是全世界的这个华语的电影人 怎么样能够有一个 呃 有一个大家共同的方向的一个组织吧 这样通过它 然后让更多的电影人相互能够帮助 然后能够获得一些外围的一些资助也好 或者说一些力量 使得我们能够去真正的去有 有机会 有能有有有这个资金去 拍摄我们想要拍的东西 因为我我我说实话 我并不期待我能够在这个影视的方式 方面能够做到多远多大 呃 比如说好莱坞或者说更大的制作方面的话 我真的我不太去想 因为我不敢想 因为我的起步特别低嘛 所以我唯一想的就是说 哎我就我现在能接触到的范围 一些low budget 啊 indie 甚至是学生片 这些范围里面我们能控制的大概 三到十万或者是最多也就几十万 二三十万这样的一个budget的这样的片子 我们如何去做 因为这些是我们可以触碰到我们可以能够去做到的 那这些片的话 我们不容易受到资方商业的影响 其实这些片是更加能够表达电影人想要表达的东西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我设定的一个小目标 就是将来的三年五年内 呃不管是我去帮助别人也好或者说我去演也好或者甚至是我去写一个剧本然后去拍摄也好 这就是我的短期的目标 然后也是将来很重要的目标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每个人的那种创作和激情这种阶段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一直都会持续有很旺盛的创作的能力 或者说是这种激情 所以的话我只会想到我将来最多十年内的这个这个时间 然后我能做出两三部短片一两部一部或者两部长片 是我真正的发自内心热爱有激情的片子我觉得就够了 所以的话围绕这些的话我们就聊了很多 我跟Aaron有很多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也是非常多也非常快 他不断的推动我 其实我是一个相对比较被动 虽然有一点点想法但是行动起来就是还是需要一个小的团队大家相互扶持或者推动 这样的话我有可能就是去做的更加 因为毕竟Filmmaking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做 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够做得成的事情 所以这个今年的收获是通过认识Li Wei Kev 然后再认识到韩国导演Wu Gi 然后再跟其他的电影人的一些交流的话 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让自己有一点就更明确的方向 再说一个潮点就是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因为当时那个阶段就是好像比较受启发 所以我在视频里面发过几个视频是有点就是空头支票 然后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的东西 第一个是我说我开始写剧本了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它写出来 其实说实话不止一个我大概有两三个想法 真的觉得就脑子里就不断的想想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以写出来 但实际上你要写出一个好的剧本真的不是说你想一下就能写出来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得写出来 那我是真的是没有把它怎么样写出来 我大概就写了个想法之后后面就就就就因为懒惰啊各种原因和包括自己的水平然后就就停滞了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说我要去上acting school 那那个也是我真实的想法 我研究了一下就是LA的acting school 那但最终都没有实施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的话是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我忘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三个 反正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是最重要的空头支票到现在也没有实施 我现在想说一下这两点的问题 第一个写剧本的话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想法的话还是得先动笔开始写下去 我没有写真的是我的懒惰和包括我经常找一些借口说家里特别忙啊 那个工作特别忙啊 小孩特别多 小孩 小孩要照顾两个小的小孩就花费特别多时间 所以的话这都是借口说实话 那这个的话我一定会去写完就写出来 因为这毕竟是我要作为一个电影人 我想要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和作品的话 我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哪怕做得很烂 但我要做我要经历一次两次这样去做 然后第二个就是acting school 那当时的话我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启发 其实我对于演戏acting来说我从小就是热爱的 但后来一直被各种外在的和自我的否定的打击 然后最终没有去往这方面去想 然后直到我来了美国开始做制片这个工作之后 慢慢我接触了这个trend 然后跟更多的电影人有接触之后 我才有那么一点点信心 第一次我去演的也是一个学生片嘛 就是说这样的演员或者临时找一个演员不容易 当时是我第一次 那个时候是大概是17年吧 17年的时候我演了第一次 然后接着后来又零星的 大概在18年的时候演了两次还是三次 后来有一次舞台剧我去演过一次 然后剩下就到了今年 今年的话从我忘了具体的运动 大概7月份 7月份开始我就接着就演了好几个短片 其中也包括AFI的一个片子 就是我还是演这个 就我当时以为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事实上戏分还是挺少的 但是我对这个角色充满了期待 所以我当时做了蛮多功课的 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当时去做audition的时候 导演都还对我的表现还蛮满意的 所以选了我当时也非常高兴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USC的有两三部片子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学校 LMU那个学校的一个片子 当然前面有几个是我自己去争取的 audition去争取的 然后或者说是简陋了吧 就是导演可能实在是像我这样的年龄的演员不多 然后别的又可能没有荡棋之类的 就找到我 也蛮幸运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Mardi 我的演员朋友 他推荐了我两次去跟他合作演夫妻 我演丈夫他演那个妻子 所以要非常感谢一下他 给我这样的机会 因为他强烈推荐 那导演的话也就给我多了一些机会 在拍摄的过程中 就是不断的就是觉得这样也不是 那样也不是 就不断的否定自己 然后同时又还是 其实我还是在努力的去准备 但毕竟这样的现场的准备来说 是不太不够的 就还是需要有背后长期不断的训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想 我说我要去做我要去上表演课的原因 那上表演课的话 一直没有 那当然也是跟我写作是一样的原因 就是有各种理由去推脱没有取成 然后最近我有另外两个audition 就是让我比较期待的一个还是 AFI的一个科幻的就带有科幻色彩的一个兄弟情的一个片子 那我也去做了audition而且做了蛮多准备的 做了几次的那个去现场audition过 然后也做了self tape不断的去试 然后还请朋友来帮我忙来做这个拍这个self tape 然后另外一个是chapman到齐电影学院的一个片子 那也是对我来说就相对我之前的片子来说 戏份要更多 然后角色的那种要求也好啊 和这种可以去发挥的空间都更大 所以的话我也是同样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 去跟对手一起去研究怎么去排练 然后最终我拿到了 那这就是我影视方面 Film making 方面的一些经过这一年 现在到了最后一天 说到了今天 那另外的话就是surfing 冲浪 冲浪的话从前年开始到今年已经过了一年 就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基本上在最近的几个月 我都差不多都坚持每个星期去一趟 那上个星期没有去 是因为去滑雪 然后那天的时间有冲突带不了孩子嘛 所以的话这个星期也就是说明天或者后天会补上 就会又重新开始冲浪 那冲浪这件事情也是同样给我一些启发 任何一个运动如果你想去坚持 然后想从中得到一些成果的话 比如说 surfing 一开始你是根本趴在板上都趴不平衡 然后慢慢你能趴上去 然后慢慢你能被冲起来 然后慢慢你能站起来 这都需要坚持 你并不是去个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就能搞定的 而且是必须要坚持 而且一定的时间 那现在我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 虽然水平真的是很差很慢 但是我真的是看到了进步 我这就之处而已 我会坚持一直冲下去的原因 因为一个是我觉得我 我选定了它 我当时我认为我能冲 那我就不能放弃 如果我中途放弃了 那其实是一件蛮自我 就说我觉得多 不管谁放在谁的身上 放弃一件事情都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 当然它也是一种 可能你遇到了新鲜的事情 你很容易跳过去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 一个爱好的话 你一定要坚持 对这就是我的分享 我想应该后面的进步会越来越快 因为你达到了积累到 就是我总体来说 或者是有看我的视频的朋友来说 你可能看了我过去的视频的话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哇他烦死了 你这天天发的视频是什么东西 你这每一次都是这样 起来摔下去 起来摔下去 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每次冲的感觉 会很痛苦 我怎么 我应该冲了那么久 我应该能够起身的更顺利 动作应该更稳一点 但为什么还是摔 但是其实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说 你练的次数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改观的 然后你会期待下一次我再去会更好 然后一次一次的期待 但最重要的是你中途真的不能停 你至少不能停的太多 如果你停一次 然后接下来你又接着补上去 接着来的话 应该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我觉得你要争取尽量一次的不停 就是必须没有任何借口 没有任何理由的去坚持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容易被停了 所以我上次的话 我一停我就觉得痒痒的 就觉得怎么没去 然后我这个周末我一定要去 你放心 好了 已经聊的挺多的了 我想多数朋友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到了2022年了 忠心的祝愿所有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真的不要放弃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管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度 我觉得都可以克服 我一个中年屌丝都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想你能够是在我的基础上 多上几倍的可能性去完成和实现你的梦想 积极的期待一个更好的2022 好 那我们之后再见 拜拜